欢迎大家收看 《科学新日》今天星期相当多爆炸性的新闻 两件事就连这些听众 观众都传一条链给我看看 所以我们今天要首先用这个新闻 作为第一节的题材 第一样的就是说说火星 火星最近也有很多新闻 不单止只是说我们未来要去火星 就是可不可行 和在火星上面生存可不可行 但是如果纯粹看它上面的发现 都有一些真的挺爆炸性的东西 在刚刚这个星期 新鲜滚热出现 所以爆炸性的都是找到一些 和所有关的东西 其实新闻都挺有趣的 为什么呢?拍到照片 因为照片是真还是假的 我好像很会议 是真的? 那它就是拍完之后就传回来 那么快清的? 现在基本上你有足够的bandwidth 你的镜头其实又便宜又精巧 就是耗电又低 问题的就是说 你有没有一个很好的通讯 来将这么大量的资讯 这么高清的照片去传回来的?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你不同国家 派一些工具上去拍照 现在那个限制 不是在相机的解像上 和那些能处存 能不能处存到的? 而是你能不能够发送到的? 其实是 所以你拍到一个这样 然后你收发的bandwidth好 绝对是做得到 甚至乎我们先前说过 未来可能是去 就是在月球基地 你要装宽频的 甚至乎这种通讯 你要再放到火星的层次 如果你真的准备要 是将人放上去那裡 建立基地 甚至移居的话 就是在月球和火星 我们都可以装Wi-Fi? 是啊 但是当然那个Wi-Fi 就一定受制于 光那个行进的速度 就是最顶级的 就是最难的 就是没有得如月的速度 所以呢 你月亮和地球的 那个信号的来回 一定就是有那个 距离造成的时差的了 那个来回有成两秒 多少少的时差 火星就会更加多 但是如果你说一次过 可以将一大堆资讯 放到那个电磁波信号 一下子发送回来 那个bandwidth 其实我们是有能力 是做得准的 但是当然这里就是 还有一些我们曾经提过一点 但是现在都没开始做的 就是一个围绕着月球外面的 一个卫星通讯系统 那它会不会成为一个 再中转接驳 去和我们去和火星沟通呢? 那可能会是这样的 好了 那我们讲回照片了 那些照片就是说 它在上面拍到一些石 那些石就是黄色的结晶体 那这些结晶体 是不是应该是硫黄来的? 那现在似乎就肯定是 因为拍到这张照片的火星探索车 就是好奇号 curiosity 好奇号它本身有配备一个装备的 就是一个会用到这种叫做Alpha射线 其实是一种辐射的射线 但是用这种这样的射线 去射到样本里 就可以帮我们探索到 那个元素究竟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叫做 元素的一个分析仪 一个比较轻巧的分析仪 一个比较轻巧的分析仪 就探索到其实它是一些 流化物的结晶来的 而且不是说一种 和其他东西化合得很复杂 而是一种比较简单的 硫黄结晶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令到大家很惊讶 因为我们认识了火星这么久 其实我们一路就看一个 用被铁兽包住的地壳 我们都尝试过挖下去看 那就是这样 但是想不到现在不觉意经 走过一个位置 拍下来看到一个黄色 再靠近看一看 原来是一堆结晶 而且相信在整个地带里 不只是这一块是有的 而是整个地带 原来是下面盖住了一个 就是一个硫黄的矿在这里 那你都知道在地球上面 就是表面上那一层黎沙 就是silicon 那些直 就是那些氧化的直 是不是 你如果要找到一些铁兽的东西 你都要特意可能看到 有些铁矿的地方你才会看到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硫黄的矿 在地球上面都见不少 你譬如很出名的 台湾 杨明山那些已经是 是不是 那现在是连火星上面 都见到有一些地质上的 獨特的地方 那这个是 有是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在我们过往是没有搜集到 有数据可以给我们讲进一步的事情 那这次在火星的 这个硫黄晶体的发现呢 是突然之间令到我们觉得 是不是可以注视一下 这个火星上面这些獨特的地质是怎么形成的呢 那除了刚才硫黄那里 也有一幅床面很厉害的 这个呢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他就说 是不是一些的 看一下 是一些石来的 似乎就是有一些原始的硫黄在里面 但是它是一个色的 那我们首先要问一下 就是如果有硫黄或者硫黄晶体 是代表什么呢 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 因为这个地带呢 就是今次好奇号 发现这些硫黄晶体的地带呢 是一个曾经有水有湖的地方来的 那很多对生命 世界有研究的人呢 就会很兴奋的 就觉得有硫黄的地方 也会孕育到生命 一些都不奇怪的 而且呢 就是说呢 在地球上面很多时候看到的硫化物呢 可能是一些 就是那些会有硫黄和铁 化合了出来的一些矿物来的 那或者我们知道 就是臭鸡蛋 流化氢那些 在一些没有生命的星球里面 很容易都会看到的 就是天王星 海王星呢 其实就很大股这些这样的流化氢的 那它很多时候化合的形式呢 就是会跟一些其他的金属 其他的气体化合了 纯硫黄的晶体会比较少 那然后就是说在地球的例子来说呢 硫黄晶体比较多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会意味着呢 那些微生物的活动会是多的 就是很多时候微生物它会刺激到 或者是会做到一些还原的反应的 就是譬如你说地球上面有光合作用的地方 那你有植物生命的地方呢 那你就会可以将一些 比较低阶一些的化合物 合成为一些复杂一些的化合物 就透过你可以光合作用引入阳光 来将一些低能量低阶一些的化合物 来提升去变成复杂一些的东西 那对于植物来说就是说 将二氧化碳和水 加上那些那些 加上那些 陷入一些糖分出来 就是你将糖分去自己瓦解 变成为一些简单的元素是容易一些的 化学上来说 但是反过来是难一些的 所以有人就会说 会不会看到一些比较高阶的硫磺結晶 其实是代表着它曾经有生命的迹象在那裡呢 那当然这样说是言之上早的 但是这是一个可能性 另外同时就是 另外同时就是 再说一样 其实我们已经很容易在法国 在我们的宇宙间 甚至乎我们的太阳系之间 很多我们以为 多数是要经历过生化过程 才能够产生的化合物质 其实是不需要的 在那个恒星自然形成的时候 就会有一堆这样的东西 有机的好 没有机的好 都会有一大堆的 那究竟现在在火星上看到的 是一个经历生命的过程 还是没有经历生命的过程呢? 那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以留待给大家解答了 但是如果要我这样估计的话 我就觉得 似乎不需要经历生命的过程 都可以形成到这堆东西 都一点都不奇怪了 我正想问你后面说一句 就是说 就算有这个不代表生命的? 不代表的 代表的 那这个是不是自然可以形成的一个既阵体? 现在就两边答案 你就等一人回答了 今次这个星期纯粹是一个发现 有没有进一步的鑑证 进一步的研究 现在是未知的 因为呢 就是为什么这么难呢? 就是又是有另外一个计划 现在卡住卡住还没做 但是我们有提过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火星上面的土壤样本 发送回去地球那里进一步的研究 如果连这一步 这个这么大的工程都没做到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没有办法再进一步验证 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说 发射了上去火星的那些探测车 我们用它有限的仪器 太大部的东西我们拿不到上去 只能够用一些很简单的 就是做一些比较初步的分析 所以很多的数据就由那些 就是好奇号啊这些车 去拿回来给我们的 那你说如果真的想做一些 就是更加进一步深入一些的科学鑑证 牵涉到那些生化层面那些东西呢 就真的非常看我们 现在我们有没有能力 能够将火星上面的样本 可以射回来地球那里 那现在的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看一幅相 我看一幅相就可以有很多推断 但是要证实一样的 我们是要拿了一些土壤回来 就逐忽逐忽然 是的 上面那些晶体的结构 具体是怎样的呢? 在一个什么的客观条件之下形成呢? 它就会留下不同的足跡的 你现在用那个好奇号的探索 就是那个仪器呢 你是大约知道里面是有什么元素在那里 就是什么化合物而已 有硫、有氢、有铁 就是这些 但是里面那个晶体的结构会是怎样的呢? 在不同的温度压力条件之下 他们的形态会很不同的 所以这里就留下很多未解之迷的 其实有一个新闻 我们就適合这个星期 但是这次没有选择来说 就是说 有人提出就是说 电脑上的模拟 我们没有能力去上面採用 或者摆机器上面探索 那变了很难再继续说下去 但是呢对于月亮和火星来说 我们是比较有希望 是可以真的去做进一步的探索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都很肯定 火星曾经有水? 我会说是100%的了 100%上面曾经有水 就是无论你流下来的河流 和它那些土壤那些晶体的成分 你都知道曾经是有水去浸过的 所以现在只不过问的问题就是 那些水为什么走了? 还有最后可以静得到在哪? 所以剩下来的就不是它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 而是它为什么走了? 就是一些地质上的问题了 那除了这件事之外 譬如我们近一点看 会不会有可能拍到一些微生物的化石 或者残余的样板在火星的土壤上面? 现在还是太早了 你都还未能够拿到那样本 你要制作那样本来看到下去 现在只是在外面拍一下照片 和拿一下沙石来看看里面 那其实你不要说火星了 你对于地球来说 那些这样的土壤 原来原来也是有很多故事 就是很多不解之迷 这个星期又有些消息出来了 是啊 但是这个因为题目太大 所以我们留下一节去讲这件事 可以可以 但是这里有一个题目我可以讲讲的 就是现在发觉去火星那里 那些药是过期的 嗯嗯嗯 它药是过期的原因是因为你去火星很久 对不对? 那你过期的时候 如果上面的人有病 就没得吃药了 那这个绝对是问题了 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家里有没有曾经 存了一大堆必利痛在那里呢? 我有 我有整堆在那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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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炎肺炎那些东西 是啊 那些口罩你还有一堆了 我看到是吧? 口罩 就是... 我说了一堆的味道 又有 是吧? 跟着有一段时间 就是... 有人还特意去抢Panador 是吧? 那其实事隔了这么多年 有些可能是过期 那一点都不奇怪的 但是如果你说去到火星来说 你也是啊 有一些根深的药 基本上那些... 就是那些药 它全部有Shell Life 那你过期其实是一个问题 那你问我呢? 我觉得最实际的方法就是 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讨论 就是发展一个新的技术 令到你可以几个月就去到火星 你能够快些去的话 你那些物资補給啊 物资过期的那些问题 其实就大大减少的 就是如果你去火星这个计划 是如果由年变成由月去计呢 那你突然之间就少了很多问题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 就是这个... 药物啊 運送啊 補给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更加根源的问题就是 你发展一个更加好的推进呢 就会令到你的问题少很多 但是刚才我们问的那些问题呢 举个例子 譬如说有没有生物啊 有没有水啊 那些 是不是要有人上去才能够可以 找到这些答案呢? 对于火星我觉得不用的 你真的要放人上去 要克服的问题更加大的 而且你就算有人上去 你有工具才可以的 始终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怎样在上面拿到东西 那现在我们暂时 人类有能力在哪里拿过东西 在月亮啊 是的 我们说过就是 试过两颗小行星 那两颗小行星 还是近我们地球轨道的小行星 那他们因为那个万有引力比较弱 我们派东西上去拿东西 和再回来呢 成本是比较低的 技术要求比较低的 火星呢 就麻烦一些了 你一个长的旅程 你那个燃料推进 加上那个火星的引力也都比起月亮大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下一个level 就是升level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 你去完火星 如果你是找那些的机器 好像上去那个小行星去拿去 你来回那个时间很长的 如果你派到人上去 那个时间就省了一半的 但是你派得人上去 你就要预有那套技术 你是一个可以令到人都回来的 你不是想着派了个人上去 不是 那部电影拍了在火星那里煮的 耕田 还有Matt Damon的电影 如果你纯粹想丢了个人上去 不用你去那里死活 自在去那里做完实验 有得去死就按几个键 把数据回来的话 那就是零计了 但是你要把人上去 你其实已经要有那套技术 把人拿回来 其实在此之前 你已经一定要有一套技术 是更加容易搞的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把样本已经可以隔空 用机械的方法拿回来的 嗯 那我们这次完结了 我们下一次回来讲讲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就是地球上找到一个黑氧气的问题